当我们死了的时候 今天你可以把它翻借出来 再买再杠杆 从在这一边的买再杠杆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一个钱分两条路 就是一个来顶风险的 一个是拿来出息的 所以这两样东西我们就可以拿来用 然后过后翻借了又再翻借 然后过后怎么样呢 也要买我们叫做保险 保险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说什么 我们讲的是负债为完 当我们死了的时候 MRTA MLTA还 对还是不对 是的话写MRTA MLTA 这样当我们死了的时候 保险还完的话 这样周末刚开始的时候 在35岁买这个315千 你想要公完呢 周末不要欠了又再欠 欠了又再欠 然后欠了过后 那个房地产 马不会再跑了 你把它卖掉 怎么样知道 那个马不会跑呢 这样你就要看上一些课程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会知道 啊这个东西不会跑了 我要卖掉啊 我要再买过新的 然后换马 那个马会跑的 你明白讲什么意思没有 上我这个课 我可以跟你讲 你整个人啊 完全会不一样的 我可以跟你讲 你整个人啊